更是在这个时候 一声轰鸣传出 那是第二层的一棵大树 不知招惹了什么 竟被一股大力直接穿透而过 且并非穿透一次 而是连续穿透数十次 生生的组成了一个字 五 半空中砰的一声 一片杂光闪耀间 赫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这身影面容模糊 看不清样子 可却有一股 唯我独尊的气息 扩散开来 站在半空时 傲然的看向大地 在他四周 那三个赤鹊颤抖 在他脚下 那棵大树上的舞 极为清晰 你们都给午夜听好了 午夜出生时 天地至尊 我让众生有衣服 众生就有了衣服 我让众兽有毛 哪个兽敢不长毛 声音传出时 东洛林等人 以愤怒至极 就在这时 一声怒吼 从东洛家族内传出 一个半头红发的老者 漠然间冲出 掀起一股猿鹰气势 直奔鹦鹉 依靠皮动变成的身影而去 敢回我东洛家族 给我溜下 老不死的 五爷 干死你 鹦鹉变成的大汉 尖声开口 身子一晃 整个人猛地直奔老者而去 更是在他身上 露出了一股凶残霸道 如同赶死队一般 一副天地之间苍穹内外 唯我独尊的气势 这气势在他身上极为浓郁 似天下就没有五爷钻不出来的洞 气势滔天 鹦鹉变成的大汉 刹那就出现在了那原鹰老者的身边 速度之快 让那原鹰修饰也都一愣 他们就刹那碰到了一起 轰鸣传出时 原鹰老者面色一变 额头 迷出冷汗 方才那一瞬 对方竟直接奔自己 旗下两丈之地而去 若非是他闪躲得快 怕是此刻 这原鹰老者 想到这里 只觉得背心冒冷气 鹰鹉变成的大汉 此刻在另一个方向 仰天发出了尖锐的嘶吼 你太邪恶了 这么做真的不道德呀 真的真的不道德 你不干 你妹的 给五爷闭嘴 我要干死他 大汉眼睛都绿了 猛的转身 盯着那原鹰老者 发狂的大吼一声 猛的冲出 那原鹰老者头皮发麻 第一次内心有了忌惮 眼看 那在他看来有些诡异的 大汉猛的冲来 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冷横传出 从东洛家族内 有三道长虹 呼啸而起 赫然都是原鹰修为 更有一人 竟是原鹰后期 轰鸣回荡 鹰鹉变成的大汉倒退 他眼睛更绿了 浑身哆嗦 怒吼 我要干死你们 要干死你们 别激动 别激动啊 皮动的声音赶紧传出 修罗火 鹰武变成的大汉 身体猛的冲上天空 话语一出 轰的一下 他的四周立刻 有了黑色的火焰燃烧 天行杀 他再次开口 火焰顿时滔天 黑火弥漫间 鹰武变成的大汉猛的低头 整个人身体哆嗦 右手抬起 不知从何处 取来了一条黑布 网在自己头上 将自己一只眼睛遮盖后 以这副特殊的造型 发狂般直奔大地而去 速度之快 全身更是扩散大量的黑雾 雾外有火 因因可见 一只足有数百丈大小的 黑色独眼乌鸦 瞬间露出虚影 带着惊天动地的气势 直奔大地的四个猿鹰修士 疯狂的冲去 这一幕立刻 骇然了所有看到之人 孟昊都睁大了眼睛 那四个猿鹰老者 更是面色一变 相互掐绝 齐齐看向天空一暗 轰鸣之声 在这一瞬 惊天动地 那巨大的火焰猛地落地 在这轰鸣中 那四个猿鹰老者 表情连续变化 全部倒退 大地震动 轰鸣滔天 一个巨大的深坑 直接出现在了地面上 这深坑处于 城池中心 使得这大量植物 组成的城池 摇摇欲坠 整个第二层 几乎被严重摧毁 地面震动 城池内的修士 大都飞起 一个个面色苍白 露出骇然 深坑内空无一物 那黑色的乌鸦 早已消失无影 唯有一个激昂 嚣张的声音 在这寂静的天地间 猛地回荡 信物业得永生 物业一出 谁与争风 四周寂静 只有这声音回答 东洛灵 眼中露出惊恐 一旁的东洛汗 也是呼吸急促 东洛家的族长 神色凝重 身子一晃 直奔深坑所在飞去 临走前 更是传出了 严肃的声音 切记 那位修士 你等绝不可去招惹 这等人物 身边帮手 定人不少 如今这个关键的时刻 只可结交 不可成敌啊 大地的震动 很久才消失 孟浩站在房间内 神色古怪 他看到了方才的一幕幕 忽然觉得 这鹦鹉前所未有的 可爱起来 就在这时 忽然他所在的房间 杂光一闪 鹦鹉一脸萎靡的出现 趴在了桌子上 斜眼看着梦浩 尽管气喘吁吁 可神情上的狂傲 却是依旧傲然 他妹的 要不是午夜我刚苏醒 实力还不够 今晚直接就将这城都干了 让他们知道 午夜的厉害 至于你小子 可以尽情的去崇拜午夜 来来来 和我一起高呼 信午 孟浩转身 不再理会鹦鹉 而是看向外界 眼中露出警惕之意 右手早已抬起 在他的手中如意印 已随时可以使用 可其始终无法沟通 昆鹏之力 否则的话 即便是原鹰修士 也快不过昆鹏的速度 孟浩始终关注 东洛家族的方向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件事情 竟诡异的平息下来 没人来找麻烦 东洛家族 也没有表现出 今天的怒意 一切似都风轻云淡 可越是这样 孟浩就越是心中不安 他不安的不是东洛家 而是猜到了 应该是发生了一件 天大之事 否则的话 东洛家绝不会如此 此事在三天后 孟浩终于知晓 九蒙一城一主 斩灵老族陨落 西墨入主 墨土宫 向整个墨土露出 吞噬的大口 这个消息在接下来的数日 如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墨土 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于拍卖会的当天 孟浩走出乌舍时 外面吹起了微凉的风 天空一片乌云 有雷雨即将倾盆 墨土之乱 将起了 孟浩轻声自语 头发被吹起 看着街道上 形色匆匆的来往修饰 沉默中 走向此城的拍卖场 鹦鹉站在孟浩的肩膀上 傲然的看着四周 一副 早晚我会把这里干了的神情 东洛城中心的那处深坑早已被大量的植物填满 就连被毁去的第二层如今也都恢复如常 唯独那棵大树上的武 任凭东洛家族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将其掩盖 只能显露在那里 而这拍卖场则是距离那棵大树不远 此刻孟浩走进拍卖场时 一眼就看到了那棵大树 鹦鹉在孟浩的肩膀上 斜眼看了眼那棵大树后 神色极为狂妄 抬起下巴一脸不屑 拍卖场不大 远不如当年紫韵宗的数万人磅礴 此地的拍卖会参与者只有数百 环绕在四周彼此交头接耳 于这拍卖场的正中心有一座高台 能进入这拍卖场的都是持有东洛家族令牌之兄 孟浩的黑色令牌使得他在取出后 立刻被这拍卖场高度重视 送到了靠前的一处宽敞的位置 若非是此地的拍卖场没有单独的隔间 怕是以黑色的令牌 孟浩定可拥有一间 此刻他坐在座位上神色平静 闭目养神 他四周的人不多 甚至可以说这整个拍卖场的人也都不多 这在东洛城的拍卖会上是不常见的 显然是近日来流传整个墨土的消息 使得人心惶惶 已有不少修士离开了所在的城池 无疑这个时候 九蒙所在的城池在安全的程度上反倒不如外界的洞府 毕竟墨土宫的敌人不是整个墨土的修士 而是九蒙的家族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 还能选择来此拍卖场 孟浩可以确定 但凡到来之人都是对自身有些自信 而且一旦战乱 想要再进行这样的拍卖会 怕是短时间不太可能了 所以这一次 估计应该是东洛城的战争结束前举办的最后一次 应该要来了 孟浩闭目时 内心暗倒 此刻距离拍卖开始 还有一炷香的时间 随着四周渐渐不断有人到来 孟浩的身边也走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修士 当这二人临近时 孟浩睁开了眼 看到了东洛涵 以及那美丽的女子东洛灵 东洛涵一脸微笑 其旁东洛灵则是面色难看 很不甘心的样子 竟在这里遇见了道友 当日一别 还不知道道友明慧 不知可否告知啊 东洛涵微微一笑 走到了孟浩的身边坐了下来 东洛灵迟疑了一下 坐在了孟浩的另一侧 在下姓孟 散修而已 孟浩自笑非笑地看了东洛涵一眼 淡淡开口 他断定了对方既然没来找自己的麻烦 那么定是有些其他方面的需求 而提出需求的最后时间 估计就是这场拍卖会的前后 所以此刻东洛涵出现 孟浩没有意外 在他意料之内 孟兄何必自欠 以孟兄的实力 又有哪些散修可以比拟呢 东洛涵客气地一笑 目光似随意地扫了一眼 孟浩肩膀上的杂毛鹦鹉 微不可查地闪过一抹忌惮 至于东洛涵则是坐下后 就始终目不转睛地 恶狠狠地盯着孟浩肩膀上的鹦鹉 如果目光可以杀鸟 那么他早就将鹦鹉不知灭杀了多少次了 孟浩笑了笑 不再说话 对方既然不提来意 他也自然乐得糊涂 只是手心内的如意印 孟浩这几天始终没有将其放入储物袋内 而是拿在手中把玩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孟浩肩膀上的鹦鹉不耐烦地传出了声音 你妹子 你有病啊 老丁这午夜我看 找干 这句话一出口 东洛涵的眼睛猛地睁大 脸上顿时鼓起青筋 美丽的容颜瞬间就一脸紫青 刹那就要暴怒之力 整个人猛地站起 身子都被气得哆嗦起来 他长这么大 就从来没见过这么让人恨不能生吞咬碎的鹦鹉 连带着对于孟浩这里 他的厌恶之意更为浓郁 东洛涵也愣了一下 苦笑中正要开口说些什么时 忽然的鹦鹉眼皮一翻 再次尖声开口 脖子没毛 五爷不喜欢 腰上也没毛 五爷更不喜欢 胸部与屁股挺大 可看起来 也没毛啊 就你这样的白给五爷 五爷都懒得要 鹦鹉傲然开口 一副你就算再怎么看我 我都不喜欢你的样子 孟浩有些头痛起来 干咳一声 这番话语顿时让东洛林觉得脑海都嗡鸣了 眼中露出滔天怒火 再也无法忍住 正要爆发时 东洛涵立刻面色沉了下来 五妹 坐下 东洛林猛地抬头 看向东洛涵 咬着牙 可想到家族的安危 又看到东洛涵的神色的严肃 带着委屈 带着愤怒 只能选择坐下 他已打定主意 若有下一次 无论是谁让自己跟着过来 见这可恶的鹦鹉 与这可恶的鹦鹉的人 他都绝不会同意 让孟兄见笑了 舍妹性格冲动 还望孟兄不要介意 今日带他来这里 也是为上次之事 向孟兄道歉 东洛涵有客气了 当日之事既是误会 就不要再提了 孟浩脸上微笑 可内心却越发的警惕起来 他之前就猜到 这个家族会来找自己 估计是要在这大乱中 凝聚一切力量 而自己的到来 还有鹦鹉的表现 都符合这个家族招揽的资格 但如今 这东来寒 这般开口 孟浩立刻察觉 似乎对方所图 要更大一些 舍妹缺少一些管教 可惜 这如今家族 有巨变将起 孟兄一表人才 你我一见如故 在下也不当孟兄是外人 不知孟兄可有 东洛涵正说到这里 孟浩忽然双目一闪 正要开口 一旁的东洛灵 却是再次起了身 三哥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次你让我过来 之前说的只是 让我道个歉而已 你现在这么说 我绝不同意 不管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家族的意思 我绝不可能 你如果逼我 我宁可去死 我东洛灵 此生不会与人 结成道理 更不会与这种 无耻下流卑鄙恶心的恶徒 去结成道理 东洛灵说着 转头冷冷地盯着孟浩 毫不掩饰 神色的厌恶与反感 更有讥讽 你也不要痴心妄想了 莫说我东洛灵 此生历世无道理 就算是有 九蒙英杰无数 任何一个 都远远超你 你配吗 说完 他轻蔑地看了孟浩一眼 摇之一转 离开远去 背影 阿诺多姿 让人看一眼 就会心生涟漪 这期间 就会心生涟漪